为了让秀林湘的妇女朋友们能够有健康的运动 秀林湘公所特别开办了有氧乐活运动内容 来自崇德部落的妇女和长者们一起来学习有氧运动 在老师的指导下依照个人的体能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有氧运动内容 让大家运动又健康 秀林湘公所提倡运动休闲健康活动 并且委由花林县秀林湘文化健康发展协会办的109年度 社区有氧乐活运动 协会理事长李慧玲表示 相当感谢秀林湘公所的用心来促成这项活动 部落妇女们和长者们则是相当的开心 这次非常感谢公所这样子帮忙 尤其是厢长很支持我们这次文化健康发展协会所举办的有氧活动 而且我们这边的妇女都很开心也很高兴 你看我们妇女这么踊跃参加 那就是无非就是要身体重建 躺下我们这样中年妇女没有很正常的运动 像这样子有一个正常的运动 这样子一个礼拜两次 我们像我们这样子 而且这边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 而且她会跟着我们的 就是我们一般可以接受的 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妇女都都不流汗 我觉得要流那个汗是好的 参加了部落妇女和长者们则是觉得上班的时候是相当有压力 不过协会办理这项活动 让自己可以放松学习有氧运动 大家可以说是受益良多 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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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汗啊 可以留汗 健身 运动 赞成运气 老人现在目前缺乏这个卵筋的动作 还不会 由专业的老师来知道我们做这种事情 非常难能可贵 所以我们的婦女也非常有越来参与 我希望今后 相公所或者是协会 多番类似的这种活动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依照大家的需求 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有氧运动 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 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 一个小时满满的时间 依照老师的方式 打通人体的各项关节来束缠筋骨 同时也在共同学习环境之下 让大家是健康又快乐 记得就好学习老